大約有三個大區 有愛河一區、愛河二區和愛河三區 那大家目前看到的這個平面圖 是改建過後的樣子 它有幾個比較大的改變是 我們原本常用的三個空間 會變成六個空間 那到底是哪六個空間 除了原本的愛河一、二、三區之外 之後會增加一個青少年室、兒童室 還有幼幼 等於說這個學齡潛的小朋友的一個空間 那另外一個更大的改變是 大家看到的 這個我們原本外面有一個很大的露台 我們把原本這個建築物原本建造出去的地方 我們整個往內推 讓這個前後的這個露台啊 變得更完整、更大 那這個我們現在大家看到的 這個多功能的大會場啊 是因應說 這未來如果有一些訓練 有一些丟姊妹的需要 在這個完整的空間當中 原本這個愛河大區 我們平常的大會場 是大約容納一百四十位 一百四十位左右的弟兄姊妹 那變成這個多功能的大會場之後 就可以容納到一百七十位的弟兄姊妹 那現在這看到的是一些模擬土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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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這樣的改變 也看到剛剛這個弟兄姊妹在前面的一些預備安排 我們從一路從幼幼兒童到青少年 愛河大區都準備好了 那也是需要弟兄姊妹的扶持 那大家在簡短的大家來觀看一下這些影像 那其中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區域是 剛剛提到說這個多功能的會場啊 因為因應一些 因為我們愛河大區這個有小朋友的家長蠻多的 所以我們會有另外一個空間 會空開像中條一樣就是 父母親可以帶著小朋友在另外一個會場 但是也可以一同的享受聚會 阿門 就在這個空間 這個空間就是未來可能會使用一些 目前比較新的科技來做一些變動 就是說我們聚會的時候 玻璃是像剛剛這樣子隱藏起來的 那如果說我們有一些集中 會有一些比較大型的聚會的時候 我們就會使用這樣的功能 那大家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說 這愛河之後規劃整個空間啊 是除了我們自己愛河大區的使用之外 也歡迎中區的每一位 每一個大區聖徒們 不管是相調集中 各樣的使用各樣的 各樣的這個安排 都可以一同來使用這個河東路會所 感謝主我們希望這個河東路會所的整修 其實已經講了 大概我們愛河的聖土已經交通了快兩年的時間 那這兩年的時間我們一直不斷地想說 我們到底為什麼要整修 我們不能只有說 就是會所老舊就要整修 那我覺得我們有一個夢 那這個夢呢 其實就跟我們剛剛前面那個四環交通的夢 跟牧師一模一樣 我們希望我們是由小到大 有兒童 有青少年 大專甚至社親 那我們就先不要講大專跟社親了 我們沒有陪他兒童 沒有陪他青少年 那他大專社親 怎麼可能跟我們一同聚會 所以我們就希望我們在未來的場地裡面 我們可以有兒童的主日 能夠有青少年的主日 這個不是我們愛河大區聖土的夢 我相信是中區每個弟兄姊妹的夢 我們都看望我們的裡面都有 生生不醒的小朋友 我都說我很喜歡我們的聚會 我說我們聚會如果坐著很安靜 我那個聚會就大有問題 我超喜歡我的聚會在後面 一下摔倒哭 一下在那邊媽媽 一下在那邊講話 很吵 我們聚會 什麼聲音都有 但是我們弟兄姊妹很厲害喔 不為所動 不管怎麼吵 好像後面都沒有事情一樣 發生什麼事都跟前面弟兄姊妹 機會完全沒有關係 那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後面有 14個小朋友在後面吵 所以說 我們愛河 我們現在我們算過啊 剛結婚的跟還沒有成家的 大概還有13到15位的親子 我們都說我們不要生太多啦 我們就一個生三個就好 那我們就有幾位我們就多了45位 加上我們現在有幾位兒童 有20位我們就有65位的兒童 對 聽起來很驚人 很驚人 我覺得這個不是只有愛河 我相信我們中區的每個區 我們都看中這個各房各籍 我相信我們都會有一個 反貌復活不同的氣象 講到這個好像離體了 但又說回來 我們河東路會所的整修是誰的事啊 中區的 是中區弟兄姊妹一同的事情 我們那個要蒙古啊 不是只有愛河區一同的蒙古 我們要一同的前進啊 也不是愛河弟兄姊妹一同的前進 還是跟我們中區的弟兄姊妹一同的往前 那怎麼說呢 在傳道書的四章十二節就說到 有人能打勝孤生一人 若有惡人便能抵擋他 他說什麼 三骨合成的繩子 能折斷 我們有沒有記得那個伐河省 它是什麼三條繩子怎麼 纏繞在一起 非常的緊密 他那樣不容易折斷 我們這個中區啊 有哪三個大區啊 新盛大區 四圍大區 還有三合大區 我們這個三骨合成的繩子啊 是要緊密的連結在一起 所以這個奉獻是需要我們大家一同的擺上 那我們的總工程款 我們的目標大概會在六百萬左右 那我們目前奉獻呢 已經有三百三十幾萬 那剩下兩百七十幾 兩百六十幾萬左右 那幫我們中區的弟兄姊妹 我們是不是能夠為這個配用一同的擺上 一同的往前 那盼望我們的中區啊 再過來 能夠有一個反貌復活的春天 那我的交通就到這裡 那裡 好